艺人唐志平因母亲遗体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唐志平上个月先是跑到电视台下跪 强调母亲只是失踪 不满外界 为何要逼迫她认识 之后被民众募集出现在 宜兰郊西街头 站在路边摇头晃脑 眼神相当涣散 甚至因为拍打车辆引来警方关切 直到英美教父 常如山出面 聘请她为泰拳教练 希望伸手拉唐志平一把 然而第一天上宫被安排 与泰拳偶像清柳克明切磋 唐志平却突然失联不见踪影 她事后表示因为有人在基隆看见母亲 才会立刻冲到当地寻找 最后却扑了空 之后唐志平向常如山道歉 并表示未来类似活动一定不缺席 不过她又被民众直击 14日现身信义去街头 只见她戴着墨镜及耳机 身穿黑色上衣搭配短裤 手上则是拿着一瓶水 装扮看似与一般路人毫无差异 却被发现顶着大太阳 漫无目的 在101大楼旁边马路上 不断徘徊 过程中只见她除了抽着烟 还会突然停在路边 朝着天空发呆 让周边民众担忧 也心疼她的状况 当我们的心里受到一个很大冲击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解离的状况 那在解离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那个人跟我平常所认识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 在认识的过程中对她而言 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在那个重大的冲击下 我都觉得她的精神状况 已经不在一个正常的精神状况下了 所以她会开始出现很多 我们所谓的很怪异的行为举止 43岁艺人唐志平 至今拒任母师 导致后市全卡关 没想到她一连串脱续行为 先是跑到电视台门口下跪道歉 内湖街上游荡 原地转圈30分钟 24号又被民众直击 唐志平跑到宜兰郊西 整个人精神恍惚 摇头晃脑 甚至还拍打路边车辆 诡异行径 令人担忧 专业资商心理师林翠芬受访分析 唐志平可能深陷重大创伤 罹患解离性失忆症 对于身心医疗给出建议 其实之前她整个身心状况 我觉得她还是处在 否认跟解离的状况当中 因为她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对她真的冲击太大了 因为母亲一直都跟她 是相依为命的状况 那两个人共同生活 那她一直都跟母亲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那如果一个天天跟你生活的人 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而且又在不在你预期范围内 的状况下消失的 那我觉得她很难接受这样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启动 否认的一个防卫机转 来保护自己的心理不受伤 所以一开始她就是先否认 她母亲过世 觉得那个人不是她 那另外一个 当我们的心理受到一个 很大冲击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现 所谓的解离的状况 那在解离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那个人跟我平常所认识的人 不是同一个人 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所以她在这样的状况下 也有可能她会找到非常多的证据 证明说这个人不是她的妈妈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除了刚刚我们说受到的冲击以外 在认识的过程中 对她而言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那个重大的冲击下 我都觉得她的精神状况 已经不在一个正常的精神状况下了 所以她会开始出现很多 我们所谓的很怪异的行为举止 那另外一个我刚刚有说 她有解离的状况 解离的人 除了刚刚我说她不认识时以外 她们还会有一个不断的游走的状况 也是解离的人很常出现的 她就会漫无目标的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在走的过程当中 她可能因为她内心 还是有很多的情绪 随着她母亲离开的时间越长 她的状况会越不好 何以会这样呢 是因为一开始我可以跟自己说 她失踪了 她出去了 但是现实生活就是这个人都没有回来 当生活进入一个常轨的时候 如何告诉自己说 这个人何以一直都没有回来 要用什么话再来安慰自己 或者是说再来自欺欺人呢 所以我觉得她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可能她的状况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我觉得周遭的人如果要协助她的话 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切入点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她之前就在媒体当中 就在上节目的时候 她就有提过 其实她有罹患过精神当中的忧郁症 而且她是属于生理性的 然后她也知道整个忧郁的过程当中 忧郁症发作的时候 她会有哪一些状况 那我想说她去看健科医生 对她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 她以前就有看过健科医师 那好像她这一次 比较不愿意接受专业的协助 我想我们在跟她接触的时候 不要再跟她说你生病了 你妈妈就是过世了 你要接受现实这样的话 可能可以用其他的语言 来引导她去接受心理专业的治疗 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跟她说 我知道这个状况对你来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对你可能你会觉得心理很疲累 要不要去医生那边 有医生来帮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 用一个比较同理理解的方式 去跟她接触 看可不可以引导她去接受 心理专业的协助 特别是精神科医生的协助 那我觉得这部分对她会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一个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法律有法律的规定吗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法律可以先前面先处理 某一些行程那样子 那我会感觉她周遭可能需要有一些朋友的一个陪伴 那在陪伴的过程中 我其实会感觉到根据她的状况再来看说 怎么样帮她安定下来 那她最不好的状况就是一直在街上游走 然后她整个状况可能情绪是很大量的 所以她常常在情绪的驱动下 可能会去做一些比较非理性的行为 我看她的状况也会觉得很心疼 因为会觉得说 以她的情形不能够接受现实 然后心理的冲击太大了 所以她有可能有多重的创伤的影响 因为创伤的状况下 有时候我们会变得好像很疏离 很像行尸走肉 很像是一个很解离 好像不知道漫无目标 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所以我会感觉她真的非常需要心理专业的协助 那周遭的人可以协助她去做这个部分 用比较同理的方式 引导的方式 由她信任的人 引导她去接受心理专业的协助 那等到她整个身心都安顿下来之后 再来跟她讨论她母亲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发生那样子 很多人在心理疾病 精神科疾病特别严重的时候 会突然缺乏所谓的病逝感 知道自己是不是生病 以她之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她应该对自己的情绪 周围的环境 她人的感受应该是实际的敏感 如果大脑生病了以后 可能这种能力也会下降 艺人唐志平的妈妈 先前被爆出城市家中顶楼 但唐志平坚决否认母亲已经过世 目前大体人放在殡仪馆 无人招领 而23号唐志平被民众直击 在路边做出怪异举动 甚至拍打路边车辆 做事要攻击小孩 引发社会议论 对此精神科医师盘建志 也对唐志平的言行 及精神状况做出分析 在这个影片里面 那唐志平表现出来的一些 怪异的言行举止 那再加上之前这个新闻报导 关于他对他妈妈的 这个遗体的一系列态度 老实说啦 不用到医生一般人都可以看出 这个有太多不合理的迹象了 那我相信这个已经到了生病的程度 当然他因为他现在是知名的艺人 类似的状况 在我们精神科的门诊 甚至是病房里面 那根本就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是在照顾病人的隐私 还有考虑他安全的状况之下 最好有他的亲属或是朋友 迅速的带他去看精神科医师 看精神科的门诊 那当然可能本人本身会有一些排斥 但是我们知道 很多人在生病心理疾病 精神科疾病特别严重的时候 会突然缺乏这所谓的病逝感 就是说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是不是生病 其实以他之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他应该对本来对自己的情绪 以及对周围的环境 他人的感受应该是十分敏感的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大脑生病了以后 可能这种能力也会下降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他 有这样种种的 这些很不合理的状况 比方说会在街上自言自语 甚至会拍打车辆 甚至都引来到报警 这种种种我们 我们这种没有办法想象 跟以前落差这么大的情况出身 那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说 应该要有人帮他一把 让他接受 我们现在有全民健保 让他接受现代的这种 医学上的诊断跟治疗 那我相信 只要说 这个好好的 我们这个 有人去关心他 那能够协助他就医 我相信他的状况 很快可以改善 那也让我们这个社会 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能够这个 好好的 这个就是说 照顾到 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知名的人 或是一般的小人物 那我是万芳医院的 潘建志医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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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